歐醫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歐醫師 那一開始先把書名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SIBO OKSIBO的話其實它是那個由英文的縮寫而來的 那全名的英文的話是叫 small intestine bacterial overgrowth 那我們就取它第一個字母 所以就叫SIBO SIBO這樣子 那其實它的中文意思的話就是說 我們小腸裡面的菌蟲 那其實主要的話不是壞菌喔 大部分都是正常的菌 或者說我們俗稱的好菌 正常的菌在小腸裡面的過度增生的這個現象 所以簡單的講 正常的細菌如果是過多也是對人體是有危害的這樣子嗎 是 因為過去我們的觀念 我們都會覺得說好像是壞菌過多 比如說會造成我們一些什麼拉肚子啊 或者說發燒啊等等 那這些都要可能要去住院去做治療 那其實目前的研究發現說 其實這一個好的菌或是正常的菌過多 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消化啊 或是影響到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最後導致我們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好那我們講到這個小腸菌蟲過度增生 其實它又跟腸肉症是有關係的 是 對不對 是不是再把這個兩個因果關係稍微介紹一下 好 OK 那其實呢這幾年的話 像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個新聞 就馬接醫院他們開始公佈說 有些什麼氣喘啊 類風似心關節炎 那都跟腸肉症有關係 那其實造成腸肉症的原因有很多 那其中一個原因的話就是這個SIBO 就是SIBO 這小腸菌蟲過度增生 其實它也會造成腸肉症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更上油的原因 好那腸肉症呢 在這書裡有寫到說 腸肉症因為翻譯的關係 造成大家有點這個誤解對不對 是 所以好像腸子漏了 或腸子破掉了這樣子 對 稍微幫我們再說明一下 你在書裡其實寫的還蠻簡單的 對 那其實的話呢 我們過去聽到啊腸肉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就說 欸好像是腸子有破洞 然後有東西吃進去好像就會漏掉 那其實呢 這個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腸子裡面的黏膜 那黏膜有稍微的受損 那他們其實 我們的黏膜之間有一些細胞 其實它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那腸肉症意思是說 這個細胞中間的結合它有稍微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吃的東西就很容易透過這個小小的縫隙 掉到它後方的免疫系統 然後就進到我們的身體血液系統裡面去 那所以的話我們簡單來講做 這個就是其腸肉症 那在學術上的話 目前有給它一個比較學術的名詞 那叫小腸的通透性增加 對就是代表說 因為我們腸道的那個黏膜的話 很容易就讓東西就跑進來這個樣子 就有點像那個水管 那個水管如果是好的的話 它是很緊密的 那如果萬一那個水管用久了 是有點脆脆的 那個脆脆是不是可能就是那個水管 會稍微有點腎 對就是有點腎 它也不是說真的漏水出來 就是有時候摸那個水管 外面好像又有點稍微腎水 對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那剛剛講這個小腸的東西 腎漏到這個小腸外面 那到底會造成什麼壞處呢 好那其實呢 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系統 那就是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那尤其是在小腸 那在這個黏膜的下方啊 其實剛好就是我們 我剛剛提到這個最大的免疫系統 那所以呢 如果以一個正常的腸道來講 我們吃東西吃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會 如果小腸是完整的 我們可以消化得很完全 消化得很完全之後 這些分子比較小 那被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就吸收到身體裡面去 這樣就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當我們的黏膜不完整的時候 那這些東西 我們吃進來的東西 有可能被消化得不完全 消化得不完全的話 它這個分子就比較大 它這個分子比較大呢 它就透過這個縫隙 跑到後面的免疫系統 那免疫系統看到這個比較大的東西 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外來物啊 跟我之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它就產生了一些抗體 去攻擊它 就簡單來講 比如說我們喝牛奶 然後或者說吃什麼小麥啊 或者什麼等等 那你吃了東西之後 然後它沒有分解完全 然後就跑到免疫系統去 免疫系統就產生了抗體 那這樣的話就會產生 我們最常見到的就是 所謂的過敏性的疾病 因為免疫系統誤判 它以為是外來的這個敵人 要攻擊它就對 對沒錯 它就以為想 欸跟我過去 比如說吃的麵包 好像長得不太一樣啊 那我就要 我就要產生一個更新的抗體去攻擊它 所以變成說 在這段時間 如果你有腸痘症的狀況下 你可能這段時間吃的麵包 我可能每天都會過敏 然後但是 如果你把這個腸道黏膜修補好了之後 把這個腸痘症治療好了之後 那食物過敏可能就會改善 所以它那個消化不完整的那個大分子 就有點像那個 一些燃燒不完全的那些東西 有沒有漂浮在空空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介紹這本書 SIBO這個隱藏危機 那主要就是講的 這個小腸菌蟲過度增生 也會造成我們人體的這個危害 那在書裡面有特別強調這個 它這個菌蟲是指正常的菌蟲 所以說雖然是正常的菌蟲 但是如果過多的話 還是會造成人體的一個這個生病就對了 對 那因為其實的話 我們其實都一直強調要一個平衡 我們會覺得說 人體其實也不要過多也不要過少 那其實再加上現代人其實還蠻愛補一身菌的 那其實像有些族群的話 它其實本身裡面的菌因 小腸菌已經過多了 那過多的時候 它又補充這些 那普通一身菌之後反而越補越糟 因為你菌本來就很多 你又再吃那種房間再賣了一顆 營養過多 對營養過多 那反而它這些菌反而 就是我們東西吃進來之後 這些菌反而去竊取你的營養 等於說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順便去餵這些細菌 對 那這些細菌反而又越長越多 那反而我們自己都吸收不到營養 那講到這個營養過多 我們一般人的印象就以為就是 就可能就變胖嘛 就像熱量過多一樣 那但是其實這個菌蟲過多 其實會造成很多併發症對不對 對很多病發症 幫我們介紹到底有什麼病 是跟這個SIBO有關係 好那其實最常見的話其實就是 當然它是在我們腸子裡面嘛 所以最常見都是 一些腸道的一些疾病 那比如說我們常常 最簡單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常常脹脹的啊 會常吃飽後會有腹脹 脹氣 對那或者說有些人就是說 排氣排的比較多 再來的話就是有些人的話 因為其實小腸的菌過多 氣又過多的時候 會把我們食物往前推 比如造成胃食道逆流啊 對那有些人的話像 目前的話一些研究發現說 腸造症的人 腸造症就是說 你常常會便秘跟 拉肚子兩個在彼此交錯 腸造症的人他也有可能是 小腸裡面的細菌也是過多的狀況 對那有些人是長期便秘 然後或者說有些人是長期腹泻 這些都有可能跟小腸菌蟲 過度增生有關係 然後這本書裡面有講到 他跟腦部的一些病變也可能是有關係的 也影響到那個腦部 包括憂鬱症啊焦慮症都有關係 對都有關係 因為現在的話 很多研究都發現說其實 腦跟腸之間其實彼此是一個循環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腦部 比如說像我們緊張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交感神經 讓腸胃道的蠕動變慢 那蠕動變慢的時候呢 這些細菌就會容易增生 那容易增生的時候呢 就會竊取到我們的營養 然後呢再讓我們一些腸道 可能會分泌一些荷爾蒙就減少 那這些荷爾蒙只減少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腦部 因為他又會反向的回去 那可能就造成一些憂鬱症啊 或者是說像小朋友的自閉症 過動症 這些都有可能跟這個小腸菌蟲 過度增生會有一些很大的關係 所以人體這個循環 這個雖然是腸胃有問題 但是也會循環到這個 包括腦部也會受影響就對了 對 包括腦部也會受影響 那再來的話 就是一些比較全身性的症狀 比如說什麼類風濕性關節炎 紅斑性囊腸啊等等 因為我剛在前面提到的 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系統是在腸子裡面嘛 對 那所以如果說你腸子出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免疫系統就是有點那個 有點混亂 混亂就是產生好多抗體 那可能去攻擊我們的關節 就是類風濕性關節炎 攻擊我們甲狀腺就是什麼 自體免疫的甲狀腺 所以最嚴重的話 可能導致一些自體免疫疾病 就是那個免疫系統錯亂 到處亂攻擊 對 亂攻擊 亂打這樣 好 那其實在這書裡面 又有提供非常簡單的問卷 就是自我檢測 因為一般人可能懷疑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他又不可能說 隨便就真的馬上就去看醫生 因為醫生 可能如果你沒有說的很確定 醫生也很難檢測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個問卷自我檢測 是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方法 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怎麼樣自我檢測 好 那我在我這本書的前面的話 其實就放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卷 就是想說讓各位 讓各位讀者可以在看這本書之前 先了解說自己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其實呢這些問題的話 一開始我們就說 從腸胃道的這些症狀去 我們去篩選這些病人這樣子 那比如一開始就會問你說 你的胃啊或腹部 會不會常常覺得不舒服啊或疼痛 那再來的話會不會常常拉肚子啊 或是便秘啊 或是說常常排便困難啊 排便時間過長 那再來的話其實最重要的話 就是說會不會有些脹氣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其實 像有些人目前有些乳糖不耐症 也是容易脹氣 那其實呢我剛才前面提到說 會不會長期的營養都被這些細菌偷走了 所以有些人的話 像我自己手上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病人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其實長期的貧血 那貧血的話呢 就是因為他的身體的鐵質 或是維生素B12 被這些小那個細菌偷走 那偷走的話導致他自己不夠 所以像一些貧血啊或者說 常會打嗝啊排氣過多 胃食道逆流 或者說有時候像我一個病人就是他在 他自己的糞便裡面看到剛剛吃沒多久的茄子 又完整的跑出來 就是消化不完整就出來 對所以代表說你的腸道可能就是 那個菌太多影響到你的消化 對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我們這個問卷有分三個部分 那剛剛在講的是第一個跟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比較像是一些全身性的症狀 就比如說你有沒有甲狀腺的問題啊 你有沒有一些發炎性的腸道疾病啊 糖尿病啊 或者是說問你的壓力大不大啊等等 那這些的話我們三個地方的分數 如果說我們加起來的話 那如果說你是大概在八分以下 我們會覺得說你是正常 那八分到十八分的話我們就會說 可能有懷疑喔 會建議你做進一步的檢測 那如果說超過十八分的話 其實可能檢測也不用做了啦 那大概就會幾乎確定 幾乎應該就會是小腸菌蟲過度增生了 那假如說真的很不幸這個分數很高的話 就是這個機率很高對不對 那就需要進一步更精細的一個檢測 那在理書裡面有提供這個4R清藏的一個排毒療法 是不是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是哪4R 那這四個的話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通常就是說 由那個英文的第一個字母 然後來取出來的 第一個R我們叫remove叫排除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裡面的菌是不是太多了 那太多的話我們就應該要把它殺 要把它先殺掉 就是說把一些菌把它從腸道中去移除 那移除的方法的話其實呢 大部分我們都會用一些比較天然的 一些草本的抗生素啦 因為聽到抗生素 就是大家都會聞之色變 都會覺得說 吃抗生素對身體不好 那事實上也是這樣 如果吃太多化學性的抗生素的話 就比較不好 就好壞菌全部殺光光 對就全部殺光光 那這些草本的話 至少說它對身體會比較溫和 像比如說中藥常用的黃蓮啊 那西方會常用一些什麼奧勒鋼草的一些那種 精油或是說什麼薰衣草的精油這樣子 這個其實 目前的研究發現說 大概跟抗生素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對身體的負擔比較小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的話我們就會說 第二個R就說叫做replace啦 那它就是取代 那取代什麼呢 就取代我們的消化酵素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腸道黏膜受損了之後 其實我們上面的消化酵素都不多 那所以呢這些病的話 其實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脹氣好像越來越嚴重 那其實這個時候就是因為你的消化酵素是不太夠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短期會給你一些補充消化酵素 那其實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其實坊間的消化酵素大概會有三種 那第一種的話就是說 它是分解膚質 就是分解澱粉類的 那第二種是分解肉類的 像什麼鳳梨酵素等等 那第三種就是補胃酸 那的話胃酸的話 其實就是跟肉一起吃啊會比較好 所以大家可以說分配自己 看哪一餐吃什麼消化酵素比較好 比如說像 搭配就對了 對搭配 像比如我們大概早餐都吃麵包比較多嘛 那我就可以吃分解澱粉的 那可能中午或晚餐肉吃比較多 就分解肉類啊 或是胃酸分解蛋白質的 那第三個R的話 我們叫做reinoculate 那它其實中文的意思就是說 再接種的意思 我們剛剛都已經把一些菌都殺光光了 因為其實難免啊 我們既然都用這個抗生素了之後 難免我們身體裡面的好菌 就是說幾乎所有的菌都被殺光 所以可能菌會比較不夠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再重新把一些好的益生菌 再把它放回去 對那這個時候的話 要提醒各位聽眾就是說 在吃益生菌的時候啊 一般我們最近坊間都會說 我這一顆是大劑量 就超幾億幾十億等等 但是在小腸菌從過度增生的病人 你剛殺完菌之後 我會建議說先從小劑量的開始吃 不然一次等下反而又過多 等下那些症狀又會跑出來 也不能補太快就對了 也不能補太快 我們會循序漸進 對那第四個的話就是repair 就是修補的意思 那修補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剛有提到腸肉症嘛等等 那其實腸黏膜都有受損 所以第四個的話 我們就是說我們來修補腸黏膜 那腸黏膜的話其實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有養生觀念啦 都知道說用什麼福西胺酸等等 那其實福西胺酸的話可能 目前會覺得說可能它的作用還比較不夠強 那可能其他的像是一些什麼蘆薈啊 或者是說我們中醫常用的甘草酸 那再來的話像是一些心啊 就是那種元素的那種心 其實都是對這些黏膜修補 都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然後透過這樣4R的修補 一般大概多長的一個時間 基本上的話其實我們會循序漸進這樣治療 大概通常會是三到四個月 其實就會把這個療程全部結束 那基本上的話其實大部分像我的病人 我們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他自己就會很有感覺 有脹氣的狀況減少啦 或者是說那個排氣的狀況也減少了 還有一些像他們排便就是說 欸我常常十幾年來排便他終於順暢 其實通常在第一個月的時候就非常有感覺 對那所以的話 所以有很多病人在第一個月結束之後 他們覺得好像有效 然後就不想再來做第二個月第三個月 那其實是說還要堅持 後面的兩個月其實有點是類似 有點幫你補修養 鞏固的這個意思這樣子 那透過這樣的一套療程三個月之後呢 其實他還是屬於所謂的預防醫學對不對 因為所謂的這個小腸菌蟲增生 他不會馬上看到危機或危害對不對 對 因為他可能還是需要這個半年一年 才會有什麼併發症狀 對那其實所以大部分來的人都會是 大部分來找我的病毒療館 都是腸胃道症狀 因為其實目前來講 你未吃到膩的 我可能就給你吃自酸劑啊 脹氣就給你吃解脹氣的藥 那其實都是一些症狀控制啦 那大部分的話其實初期會來的話 其實都是腸胃道有一些些症狀的 那其實這個時候的話我是可以幫你把這個 透過這個4R療法可以把腸胃道的症狀可以消除 但是呢就像剛剛主持人講我預防了 接下來可能會產生的一些腦部啊 對或者是說自體免疫疾病等等 那其實在書的這個再到了下個章節呢 就舉一些例子對不對 包括你的很多這個個案 他也可能也有因為這個小腸菌蟲增生 然後引發了一些病變 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些個案好不好 OK那像的話其實像一些我們大部分都想說 這種小腸菌蟲增生可能是在大人身上 那其實像我自己 所以像之前也有人問過我說 那到底年齡層會是大概分布在哪邊 我就跟他講說其實我從2歲到80歲的病人都有 對像我有個案例就是說 他是一個2歲的小朋友 那他本身是異位性皮膚炎喔 那異位性皮膚炎的話目前來講 大家都會覺得說 啊異位性皮膚炎可能就是叉叉乳液啦 那可能洗澡的時候就盡量用清水洗 然後大概就只能這個樣子 小朋友這樣 那其實這個小朋友的話後來會發現說 他在喝完奶的時候肚子都特別的脹 很容易脹氣 那一開始會覺得是乳糖不耐症 所以他們慢慢幫他換奶粉 換成什麼水解配方 那所以配方之後發現還是脹 然後就想說 欸奇怪為什麼會這樣 那後來就是因緣際會的就是 轉到我這邊來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有異位性皮膚炎的父母 其實都很累 小朋友半夜都會抓 抓流血其實全家的生活品質都很不好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欸他那個脹氣還蠻嚴重的 所以呢我就是也是一樣幫他用這個4R療法 因為小朋友也是有小朋友特別的一個 特殊的療法這樣 那也是大概過了3個月之後 其實小朋友的狀況就改善很多 脹氣也減少了 那加上那個皮膚的狀況也改善很多 那加上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品質也就變得都還不錯 哇這個歐醫師講這個2歲的例子 我們比較不敢想像 因為我們都以為說這個人一定是到了某個年紀 因為我們腸之間的沒有保養以及照顧 才會衍生出很多這個大腸小腸腸胃相關的一個疾病 想不到有一些是可能是先天就會這樣子對不對 對先天就這樣 那其實呢就是說最尤其是在那個 他是剖腹產的小朋友 對那這很特別 因為目前研究發現說 其實那個經過產道 就經過我們產道生產的這些小朋友 他腸道會比較健康 那因為的話可能因為經過媽媽的產道 裡面有些菌在裡面 有接觸到 有接觸到 對所以這些小朋友會比較健康 那過敏的疾病也會比較少 然後的話反而是剖腹產的 因為他是可能直接從子宮拿出來 那這些小朋友沒有經過這些有菌的環境 那所以的話呢他可能天生得到 腸道會比較不好 那天生得到過敏疾病的機會也都比一般人高 所以這樣簡單講就自然產他經過產道 他在生產的過程有接觸到一些細菌 所以反而對他人體是有幫助的 對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人體就是這麼奇妙這樣 對 好那剛剛舉的是一個這個兩歲小朋友的例子 那接下來還有呢 那我接下來再舉一個稍微大一點點的例子 大概就是30歲的上班族好了 那其實目前的上班族 其實現在社會壓力都很大 那我剛剛在前面也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在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腦部會影響我們的腸道嘛 那所以呢他最像這位那個女性上班族的話 其實他其實是長期的失診啊 那失診的話就是會有手啊 內部就會癢啊等等 那而且就是女生嘛 有時候覺得夏天總是要穿點 就是比較 比較好看可能裙子比較短啊等等 他都不敢穿 那再來的話呢 所以後來他就是有跑去吃中藥 但是呢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就完全的康復這樣子 後來呢他自己就上網找一些資訊 那找一些資訊就發現說 欸對他是生活工作壓力大 那所以常常那個有便秘的狀況 腸道好像好像就常常會那個 就沒有辦法盧動 然後自己好像吃飽就很容易脹氣 然後這個肚子好像就小腹凸出來 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呢他就寫了一些這個問卷 那問卷了之後就發現說 欸他好像真的就是有 所謂的小腸菌從過度增生啊 對 然後所以就跑來找我 然後後來做了一些檢測 那也是後來就發現說是確定的 那確定了之後呢 另外我又幫他再做一些過敏源的檢測 那因為其實這些濕疹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跟過敏有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幫他治療 是透過這個4R的療法 那主要的話除了移除細菌之外呢 他過敏的食物也是請他去避免啦 那所以也是一樣大概 大概經過了三四個月之後 其實他的症狀也都改善了 那濕疹也都變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就是期待過第一個月之後 他自己有覺得比較好 那比較好之後就沒有來 那沒有來之後 後來又再復發這樣 對 那在書裡面有舉到 連這個情緒失調也可能跟這個 小腸這個小腸菌有關係啊 嗯對 其實情緒失調也有關係 對因為其實在我們人體裡面啊 有個讓我們情緒比較穩定的一個東西 叫做血清素 或是血清胺 那其實呢 大概在人體裡面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是 只有腸道所分泌的 那其實目前很多專家還在爭論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雖然說百分之六七十是在腸道分泌 但是呢 他不一定可以跑到腦部去 但是呢其實這個 就是說 目前爭論點還是有 但是在研究上還是發現說 這些有腸肉症的啊 或者是說有這個小腸菌濃過度增生的這些病人 其實他們的傾向都是會 跟那個一些精神方面會比較有關係啦 尤其是憂鬱症等等 或是小朋友的過動症 對那所以呢其實像我 所以像我其實這邊有一些病人的話 也是這個樣子 那他 那他本身的話其實也是一種腸道的問題很嚴重 那他會很嚴重的時候其實他也是長期的憂鬱 那後來也是幫他把這個腸道問題改善了之後 其實 他的那個心情啊等等就 就改善了很多 對那 其實的話呢其實 除了是這個腸道症的問題之外 那還有的話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營養素 失衡啊 那其實在這些 情緒比較有問題的人會發現我們體內的心跟銅的比例 是有個問題的 那所以呢其實在我們 所以在我們那個小腸裡面菌太多的時候 它影響到我們這些礦物質的吸收 所以影響到我們身體裡面心跟銅的比例 所以這也是一個造成我們情緒不穩定的一個問題 好那接下來請歐醫師來介紹說 假如我們真的這個透過這個4R修補療法的話 我們在個人的這個生活作息以及飲食啊 或者是食譜方面有沒有特別要注意 或者是搭配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呢除了這個4R的治療之外 其實我們生活型態還是很重要 那像剛剛在上一段節目有提到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那個生活壓力大 可能要盡量去減壓等等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飲食啦 其實飲食還蠻重要的 那像我們剛剛就提到說 其實這些小腸裡面的細菌 都會去把我們的營養素竊取掉嘛 對 所以的話呢其實要配合一個比較特殊的飲食 那這個特殊飲食的話其實要達到 就是我們其實要餵養我們的人體 要餓死這些細菌 就是說我們要可以讓我們的人體達到有一定的營養 那但是這些細菌又沒有辦法去利用它 自己就會餓死掉 對 所以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食譜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食譜的話 其實呢主要是要避開一些 含有大量糖類的東西 像比如說第一個像是大量果糖的東西 那果糖大家一定會想到像是一些水果 那高果糖的水果 像是一些芒果啊西瓜蘋果 或是說大家會吃一些醃製的水果乾啊等等 或者說大家去外面比如說買一瓶飲料 可能看一下食物標示上面會寫說 也會含一些什麼果糖啊 或是玉米糖漿啊 或是所謂高果糖玉米糖漿等等 那這些的話其實都是一些 所以算是比較高糖類的食物 對尤其像這個手搖杯它都是加果糖對不對 對像手搖杯都加果糖 那尤其它這些果糖很多都是 我剛提到什麼高果糖玉米糖漿 所以那個都會像這些 它是玉米所萃取而來的 像玉米還有一些基因改造的問題 對所以這個就是能夠避免 就是盡量避免啊 那大家好像會覺得說 欸那這樣是不是好多東西都不能吃 那其實像一些水果 比如說像香蕉啊百香果葡萄 像是什麼哈密瓜啊 什麼橘子啊柳橙葡萄 尤其這些都還是算是比較低糖類的水果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吃的 那再來的話呢一些乳製品啊 就是像是一些牛奶啊起司啊 或者說優格等等 那這些的話其實也是比較容易讓我們脹氣啊 所以這些我們會說要盡量去避免掉 那再來的話呢是蔬菜的部分喔 其實蔬菜裡面呢有些蔬菜裡面 還有一些所謂的比較高的果具糖 那這個也是一種糖啊 它也是會容易讓我們 讓這些細菌是發酵 發酵就會產氣 那這些比較含有高果具糖的話 像這些蘆筍啊 或者是說茄子啊秋葵啊花椰菜啊等等 這些還有像是大蒜洋蔥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容易產氣的東西 那大家會覺得說欸這個好像都很常吃耶 但是其實的話呢 像我在這本書裡面其實有幫大家提到說 其實像一些白菜啊菠菜 紅蘿蔔芹菜 那個什麼甜椒啊 節瓜啊 萵具 蘆筍其實這些都還是可以吃的 所以其實選擇還是蠻多的啦 大家不要太擔心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這些 它有我們叫做半乳巨糖的食物 這個半乳巨糖的話 裡面常含的食物通常是一些豆類 那豆的話尤其是比較大顆的豆子 像是什麼黃豆啦蠶豆 那我們那種菜刀啊這種都比較大顆 但是所以呢相對來講 比較小顆的就比較沒有關係 對像是一些綠豆啊等等這些都 綠豆紅豆種都比較小顆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沒有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說 像是一些有多元醇的食物啦 那多元醇其實大家常以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有個廣告 某個孔香糖廣告就是說啊我們裡面不含糖 我們有含一些甜味劑什麼三梨醇啊等等 對那其實這個也是所謂的多元醇 那這個也是很容易讓吃到我們身體裡面 讓這些細菌去發酵 所以這些人工甘味劑啊可能就是要去 稍微去避免掉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介紹呢 或許有些聽眾朋友或是讀者 他並不是那麼清楚 那最後如果他想要尋求你們的協助的話 他要怎麼跟你們聯絡 可以上我們漢市診所 我們有一個那個FB 對那可以透過FB跟我們聯絡 或者說我們FB上面也有我們的診所的電話 那可以透過這個電話 然後來我們診所做個詢問這樣子 好最後歐醫師再幫我們做一個總結好不好 關於這本書這個小腸菌蟲增生 他的增生可能是從很年輕就有 或者是可能這個隨著年紀越來越嚴重對不對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的話 重點就是說他一定會影響我們的人體 雖然你現在沒有感覺 但是一定還是要及早處理對不對 對那所以就是說其實我們人體是很 像剛剛主持人說其實人體是很奧妙的 那所以的話其實在一開始出現一些小小的症狀的時候 其實他搞不好就是一個很早的徵兆啦 搞不好之後會發展成更嚴重的疾病 所以像你如果是常常會覺得自己消化不好啊 或是說常常會覺得說我好像常常吃一點就脹氣 或常常排氣 或是說我的排便總是不順暢 或常常在拉肚子 然後會常常會打嗝啊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徵兆 那當有這些小徵兆的時候其實我會建議大家說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來提早的 我們來提早的做篩檢 提早做檢測 可以先做問卷 或甚至說去做一些比較特殊的檢測等等 去瞭解自己身體是不是有這些毛病 那有這些毛病之後呢 我們可以提早的做治療 然後可以提早的預防 將來更嚴重的像是腦部疾病 或者是一些那個所謂的自體免疫疾病等等 所以簡單講如果不早處理的話 他未來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疾病都有可能對不對 對都有可能 因為其實像很久以前都會有人說 其實腸道就是萬病的根源啦 所以就是說其實腸胃道不好的話 大概很多疾病都會不好 像我們以前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老師總是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這個病人是什麼毛病 那你就先幫他治療腸胃道好了 腸胃先看就對了 對腸胃先看就對了 像中醫其實也有這種概念就是說 先天什麼先天是在於皮嗎 那皮的話其實就是所謂的腸胃道啦 對所以的話呢其實腸道真的就是人體 我們俗話說病成口入嘛 對 什麼東西都從嘴巴吃進去 從嘴巴吃進去就會到我們的腸胃道 所以腸胃道真的就是我們人體健康的第一道防線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些小小的徵兆的話 其實最好就是盡早發現盡早治療 所以這樣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人體身上的好菌並不是越多越好對不對 包括這個現在坊間有人會自己去補一些益生菌 是不是關於這點也可以稍微幫我們聽眾朋友再做一下解釋 好那其實呢補這些益生菌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是一個健康的人的話 那其實補這些益生菌我會覺得是非常OK的 那其實目前雖然說正方兩方的意見都有 論點都還在 對論點都還在 但是目前整體看起來 那補充益生菌的話其實對人體是好的 是還不錯的 那但是呢如果像是你 如果本身真的就是這個所謂這個CBO 小腸菌從過度增生的話 你自己發現說你常在打嗝啊 或是說瘴氣等等 你這時候又吃了益生菌 反而會更嚴重的時候 那這一類的人我就會不建議說你要補充益生菌啊 那會擔心更多 而且我更常會被問的一個問題說 那我平常可不可以多吃一些泡菜 或是一些像剛剛主持人有提到什麼優酪乳啊 或優格等等 對對對 那其實這些是都ok啦 就是說我們平常靠自己的飲食 其實也是可以攝取到這些這些益生菌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說要跟大家提起裡面說 吃有喝優酪乳或是優格 最好是吃無糖的 喔因為如果有糖還是有果糖過多的問題 對有果糖過多的問題 或者說現在其實很多加工的這種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什麼掛果糖 玉米糖這樣等等 對所以如果說要吃優格 或是喝優酪乳盡量吃無糖啦 但我聽說無糖的比較不好吃啊 所以大家都比較不喜歡吃 口感比較不好 但是像我們台灣人會吃泡彩 其實泡彩是一個不錯的東西這樣子 嗯 好今天謝謝我們的歐漢文醫師為大家介紹 他這本最新的一個著作 SIBO隱藏危機 然後博士之故所出版 那聽眾朋友如果對我們這本書 或者是對這個相關的一個細節 還想要更詳細的了解 也可以在FB透過他們的粉專 跟他們聯絡漢式診所 好謝謝我們的歐漢文醫師 好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拜拜